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方说像房屋保险 你如果准备在上市卖房子的时候 这时候有很多人来看房子 就算你房子pending在esco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比方去检查房屋 去修理房子中间可能遗留了一些问题 万一有人摔跤受伤 你把保单取消了 这些都没有cover的 而且如果说你把房屋保险取消掉 那你的listing agent会说 不行 你一定要有个保险 这时候你买不到保险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房屋保险的申请表上 都会有一条 这个房子有没有在卖 如果这个房子你保险已经取消掉了 你准备买一个短期的保险的时候 保险公司的申请表上有这条 你说有没有在卖 你说有在卖的时候 保险公司也不收你的 所以千万不能把保单 在没有卖掉之前取消 车子保险同样的 我们有个客户 那是十几年前发生的事 真实的事理 他卖车的时候 他告诉我车子卖掉了 保单取消掉了 结果到了第二天的下午 他打电话给我 我说哎呀我车子出车祸了 我说你不是昨天就卖的吗 他说我昨天是要卖的 但是那个人后来没有来拿 结果今天约了 今天我到超市门口跟他见面 来了我有早半个小时 我又进超市买东西了 出来以后 我的车子就被人家撞了 人也跑了 所以你看 你买了这么多年的保险 你要卖车的时候 又被人家撞了 那你车子也卖不成了 所以千千万万万不要省着一天两天的钱 一定要确定把车子卖掉以后 房屋卖掉以后才能来取消保单 好吗 如果有更多的具体的情况 欢迎打电话给我 我的电话是909-720-798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